接下來我們來解決下一個問題 這個OK了對不對 接下來不就把這個1變成什麼呢 變成下一個變2 下一個變3 意思到9 所以特別注意 主要是處理這個數 這個東西變成什麼 變成I就可以了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成I 第一個請你在第一行Enter一下 第二個請你把什麼 比較快的方法是把forJ 直接複製到第一行 我是用Ctrl鍵 然後把這邊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記得還有一個部分可能要做 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的for回圈 不能同一接 如果外面那個跟裡面那個 你裡面那個一定要多按一個Tab鍵 所以這兩條一定要按個Tab 意思就是說 這個forI它會先做 它會先產生E 然後呢 J的話再產生1到9 那再跳出來之後 I變成2之後 那J呢 又產生1到9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再來一樣 I變3 那J就還是1到9 所以意思是說 反正這感覺就有點像什麼 我們前面那個數字 就是裂號嘛 對 接下來要怎麼樣把I放到剛剛這個公式呢 第一個 我們就把這個 1 解決掉 前面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 可是問題一樣 我需要轉型 所以什麼 再String 轉型 偷懶一下 拿這個來改 這邊把它改成I就可以 String I 轉型完之後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乘號的前面 有沒有 然後呢 在乘上追1到9 OK 所以這個是裂號 然後這個的話 是後面的這個1到9 最後的話呢 把它相乘 所以把原來的1變成I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我看一下 好像已經改完了 我看一下 有沒有OK呢 在理論上 看起來好像就OK了 有沒有 看起來啦 不過結果是不是如我們預期呢 那你可能要再執行看看 那怎麼執行呢 一樣嘛 這邊把它 這邊也把它Run一下 好 那當然有沒有結 是不是OK呢 1乘1到1 欸 這有了 可是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2怎麼可以接在後面 應該要怎麼樣 換行嘛 3呢 3也在後面 所以勢必 你需要 最後一個地方 最關鍵的地方 應該在什麼 在 跑一次回圈之後 然後呢 Enter一下 可是我們剛剛 在這邊已經把這個 每一次的Enter給吃掉了 那變成說 你需要在某一個地方 換行 什麼地方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在Fortray的回圈外面 所以請你在第三行Enter一下 然後呢 不是在這邊加一個換行 而是在它的上一個階層 意思就是當這個追回圈 跑完一次之後 在這邊呢 換行 那換行的話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什麼 空的print就可以了 print裡面 只要沒有放任何東西 就表示 單單只是輸出一個換行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好 這樣的話呢 程式 就寫完畢了 OK 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馬上全部 大功告成 OK 所以你會發現 分階段完成好像似乎 可以讓程式撰寫 變得簡單許多了 OK 可是其實這個程式 你說 可不可以讓它再更精簡一點點 你會發現 這邊轉型 其實我發現同學最容易出錯 就轉型 但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將來 假如 不要一直轉型的話 其實可以把這邊 再改成 用format 來使這個程式更精簡 可是要怎麼樣讓它更精簡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程式 我剛剛再把重點 講一下 第一個 我們在上面多加一個4i回圈 第二個的話 把前面這邊本來是1 跟這邊本來是1 把它改一下 最後的話 在這個4j回圈 跑完一次之後的話 記得跑完一次之後 多換一個換行 他就在這邊多幫我換行 換行 OK 直到最下面這個 一樣換行 這樣的話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OK 那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要去思考 有沒有辦法把這一邊的這個程式 用那個所謂的format 把程式 讓它再更精簡 format 把它精簡化 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它由一列輸出 變成多列輸出 試一下看看 待會的話 再把程式精簡 那這一題就大功告成 看起來其實是有點困難 但實際上 如果用對方法 回圈倒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不過跟各位講 回圈真的是對學習上面 應該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而且很容易做錯 所以後面第三類 基本上都是在練習回圈的相關問題 所以如果你假如希望能夠 對於那個回圈的這個撰寫 更加熟練 其實還是多一些案例吧 試一下這部分 會不會再講 好